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土层 土层 大嘛 他如果继承声师就用勾矣 土层 土层是哪个层 黄老师要告诉女生们 十二星座的男人最怕什么东西输给哥们呢 赚钱最重要 钱赚得多 店开得多 然后存得多最重要 所以说什么女朋友很正啊 这个有的没的那都是假的 最后我告诉你钱我最多 然后以后我要干嘛我都很安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黄老师要告诉大家 什么手面向特征的朋友 会立自当头各自飞 如果他有好处的话 他肯定就自己拿着走 他忘记朋友了 但是如果他失去 如果失去什么利益的时候 他会怪朋友 理由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怪朋友的破坏 怪朋友在旁边 讲乱七八糟讲人话 就是得不到他怪人家 得得到他自己肯快拿着跑 还有数字类台 你老实要告诉大家 有钱就会乱来的是几号的男人 好好是还要告诉你哪些新作的男生 在外男子汉 在家却很爱撒娇哦 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爱宾 他们俩是好朋友 而且呢 就其中一位呢要办跨年演唱会了 好了 讲到跨年演唱会 一定知道他是谁 欢迎我们的陈深海 萧妍仲 萊先生你好 人家我是每一次都有习惯 比如说跨年要看票房好不好 或者是唱片卖得好不好 所以就要来找老师们理解一下 请问萧大侠有什么云南杂政呀 没有啊 好冷喔 我都是 怎麼會冷呢 我很容易他 就是一直是人家是有目的要来 可是萧妍仲有什么问题 我都是来云顺的 不是 他刚好经过了 人家都好perman的陪你啊 對 刚好是经过来干了 當然啊 所以他已经把那个原因说出来了 真的吗 你是什么原因 我就是陪跨年啊 然后 陪跨年 当作旅游嘛 真的喔 为什么是旅游 在南部吗 只要离开我家都算旅游 这个好耶 这个解释 而且你知道吗 我跟那个萧妍仲啊 就是萧大哥应该讲说 我在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萧妍仲大哥帮我设计 我的那个专辑的娃娃 对 我的天啊 真的那一张 辛苦你了 我还以为像你一张 我还以为自己的好像我 因为超级可爱的 想不到展演十几年 一点都没变 真的 太好了 真的 真的 你自己觉得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都有自己发誓过 上电视台 我不讲讲话的吗 有吗 有 我有跟你说过吗 有...那有说过 对... 我至少可以做到 面无表情 我都没人家 不要为他人家 真的吗 而且干嘛老师搭枪啊 不要为他人家 不要为他人家 因为我们知道 申根跟萧妍仲 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对不对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就是会谈国家大事 或者是说一起去上厕所 那要比大小或什么 对 比如说我们偶尔就考虑土城 找他吃姜母鸭 是 然后就是大家都已经凑好了 那就二话不说了 就开喝啦 什么只有喝而已 姜母鸭锅子拿来 那个他有自己五公升中的 精亮米酒 哇塞 哇塞 所以也很high喔 好像很好喝 庆功宴 每天都要寻找庆功的理由 真的吗 因为我写完这个歌了 他已经画好那个头了 乐团已经练好了 就开心 就放松了 那喝不喝 为什么不喝 我跟你讲 真的很多人就是在这个 工作咸鱼 就是放松的时间 他们就会喝喝酒或什么 可是有些人就是过量 因为这个太放松了 然后甚至呢 喝了过头喔 喝过头了 所以就变成是戒酒装风了 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高老师 又从我们的开心水晶测试里面 大家赶快测试看看 你到底有多容易戒酒装风啦 来 好 其实呢 我们常会去KTV啊 或是工作完了之后 可以去开喝一下 让自己很轻松啊 然后有个 可是有些人会戒酒装风 不知道你会不会喔 今天谁要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仪式 我们测验一下 你有多容易戒酒装风呢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题目就可以知道了 今天题目是 如果你是罗密欧 那在18年之后呢 你见到这个身材变肿的朱丽叶 对 你不能接受它哪里变形 对 好 第一个呢是 就是手臂肿成大枝了 就是很 这种 我来看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脸蛋肿成大猪头 对 就是朱丽叶嘛 猪头 那第三个呢 就是屁股大到可以变成一张桌子 对 很大的一个屁股 好 来 选 你们曾经深深相爱过 不行 这随便见到任何一点都逃走啊 而且 这个有一就有三的啊 有一个 这个不会只有一项成立的啊 所以森哥你是学哪一个啊 一定要的话啦 一定要 你最不能接受它哪里变了 对 二 二 变猪 大猪头 脸 最终还是脸 脸如果 脸要讲话耶 我不用对着屁股讲话吧 对 看到一个猪脸 猪头讲话很痛苦 对啊 有的人屁股大在脸还是 对啊 要亲也亲不下去 对 我可以继续跟他 卡拉OK一直讲话 一直讲到一个晚上啦 我不用对着他屁股讲话啦 我 OK好 夏云忠 那你呢 那我写三好了 三 就是屁股大到一张桌子 对 就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一起去看电影啊 嗯 而且要做商务唱 好贵啊 很贵啊 很贵 没错 那你老师你呢 不行 我外貌协会的 那个中间那个我没有办法忍受 一跟三我可以弄披风套起来 对啊 对 我只跟他讲话又不上床 OK 所以是二 OK 那黄老师 我讲过三个我都喜欢啦 但 其实都能接受 对啊 好好自信啊 三个四个 好可爱 除了一啦 我把他打我啦 你接受 为什么男生学完都会有怪答案啊 黄老师不耐打 哎呦 真的好好笑啊你 我跟黄老师一样 外貌协会 我也是选二 明天是我没有办法跟很丑的人在一起 我也是 倒出头 我也是 好啦 观众朋友选完 我们请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你多会 多容易 戒酒双风了 好 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是罗蜜奥啊 18年以后 你看到一个 肿的朱丽叶啊 你会跟我们的硝烟中一样啊 就是无法忍受 那个屁股大成像一张桌子 没有办法 大家去看电影哦 若观朋友 你是男生 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 他或是你 多容易戒酒双风呢 我们来看啊 你们戒酒双风的指数呢 只有20啊 非常的低啊 因为酒品还算不错的你呢 不太容易戒酒双风 除非是在熟人面前呢 才敢放肆一下哦 来 有没有 有 在熟人面前才会放肆吗 我觉得都没有到20 真的吗 所以你曾经放肆 没有 我告诉你 一定要跟他很熟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很啰嗦 真的 你知道要辨识效应中 倒下去之前 但是你后面要说 这样酒双风算不好 好 你讲 不 酒双风算好的啦 对 但是你要在他倒下去之前 你怎么样可以分辨他喝醉了 你知道吗 对 就是同一句话 他跟你讲四遍的时候 他这样突然间这样 就说 你知道我们上次那个什么什么 这样这样这样 你就说 好好好 不会 你知道我们上次 一模一样的话 可以讲到第四遍 然后我旁边就 对了 接下来要等他再喝一杯 会倒下去这样 是喔 对 申哥会这样吗 跟你讲同样事情重复好几遍 我觉得他对上海的计程车司机 比较不礼貌 比较不礼貌 怎么说 因为他住土城啊 计程车很远 对 四五百块 我们在上海他喝茫了 然后上计程车 他很客气就坐在前面 现在请问去哪 土城 土城 他路的计程车司机又很高 土城 土城是哪个城 我说中央路啊 他就有点紧张 中央路啊 中央路啊 他就有点紧张 是中央的 中央来的啊 中央 中央来的 中央来的就土城 大陆听到中央就很紧张 对 中央路的 土城 大陆的司机都阿财 要想老半天 三十秒 大家都弄在那里 你看我就 现在三千 小银庄说要去土城了 然后大家就喝茫了 是不是 那是喝到啊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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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倒过 他一天只要吃 那個司机只好把自己也弄過 倒了 倒了 這類的 他其實小银庄就是我們所有人 其實那酒品最好的 其實他只有在熟人面前呢 才會稍微呢 輕鬆一下 否則的話呢 他最多就是睡覺啦 或是多說幾句啦 所以他在各方面 其實他個性其實還蠻沉穩煉的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單呢 你跟小银庄一樣 其實酒品非常好 不會戒酒裝風 也不會脫衣服啊 唱歌跳舞 把我們都弄得很煩 是 OK 好 那趕快看看選擇二的 第二 如果觀眾朋友也是羅密歐啊 十八年後 你就無法忍受就是大豬頭的朱莉葉啊 如果觀眾朋友選了跟他們四位一樣的話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他們或是你多容易戒酒裝風呢 來看啊 你們戒酒裝風的指數有八十啊 因為平常太ㄍㄧㄥ的你呢 偶爾會找機會呢 借酒裝風 讓自己的心情輕鬆一下 釋放你們的壓力喔 會不會 我再看 我想一下我怎麼反擊 有一點時間 因為平常工作呢 非常認真的你啊 就跟申哥或是我們所有的老師一樣 很認真 很執著啊 然後也很專注你們的專業啊 那你會覺得說 平常工作壓力已經很大了 那喝酒是讓你可以抒發你們的壓力 跟你們的情緒啊 所以有時候嗨起來 大家會覺得 跟你平常也是有點落差 是這樣子的戒酒裝風啊 不過呢 大家還是能接受你們還滿可愛的 那你們瘋的樣子呢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很輕鬆 然後所有的人呢就滿開心的 嗯 申哥有沒有戒酒裝風 會不會戒酒裝風 他不會了 他都會戒酒玩遊戲而已 真的啊 一樣一樣 是要玩什麼遊戲 對 譬如說 有時候喝完酒他就突然 想要去 想要 想要 玩什麼 騎馬打仗啊 蛤 去跑到圓環 那個不好玩耶 那個冰塊比較好玩 冰塊等一下嘛 一定要講那麼 中口味幹嘛 你說 那個等一下 譬如說在 在在 在喝喝然後他突然 他就帶頭說要玩遊戲 要玩跳馬背 可是大家都喝了酒 而且 其實不是這麼年輕 然後 毛海中的印象那個 跳躍的高度都是 大國高中時期嘛 所以玩那個遊戲 就變成有危險性啊 那個 然後我就把他送到醫院去 逢世蓁這樣 好 來趕快看一下選擇E的 這個手臂腫成大之老的 現場沒有人選擇 黃老師 他怕朱莉葉打他 對 他一定對朱莉葉很不好 對 他很怕被打 真的 好 我們來看 如果觀眾朋友選人 跟黃老師一樣 他是朱 羅密歐很害怕那個 那個腫的那個朱莉葉 用他的大之老手 被揍他 如果觀眾朋友也選這個 大家我們來看一下呢 他或是你 多容易戒酒莊風 我們都還沒有看過黃老師 黃老師戒酒莊風只是90 因為人來風 這間是中間了 80 20之間 錯了 因為人來風呢 你會泡著喝酒裝風賣傻 來炒熱場子 讓朋友們呢 覺得玩得很盡心 可是他因為年紀大了 不能喝酒了 所以我們都沒有享受到 他這個人來風的樣子 不過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呢 如果你是年輕版的話呢 你是一個非常非常會帶動氣氛 會炒熱場子的人 只要一喝酒 你就會鬧起來 然後玩的遊戲呢 會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呢 你戒酒莊風的值數呢 90喔 有啦 黃老師上次有戒酒莊風 有 他唱了一首《妳的歌》 對 而且是一首 我個人認為是鬼打牆的一首歌 你不覺得 你能問我能是一首鬼打牆的歌嗎 它沒有停 它沒有結束耶 是鬼打牆的歌 大家是聽聽看嗎 為什麼我這樣 你能問我能 可笑 幹嘛笑啊 我們講副歌就 你能問我能 除了如我 我 我 你總有你 你總有我 再三兩個 一起打破 再三兩個 有誰得要喝 那一個你 那一個我 再三一個你 我可以說 我你總有你 你總有我 再三兩個 一起打破 沒有結束耶 我覺得好可怕的一首歌 然後那天 黃老師就一直Ready這樣 我說 這又變了 還在 一起打破 再三兩個 又吹跳 而且我還在想說 如果你要找一個結束點 我 你總有你 你你總有我 再三兩個 他沒有辦法結束 好可怕喔 還更老 所以其實真的 有時候聚會喝點酒 真的會鬧出很多 很有趣的一些笑話 所以我想問一下兩位 這個兩個也都常常在一起 你們算是哥們 你覺得 在哪一方面 輸給對方 乾脆一頭撞死算 我不太跟她 我管她去死的 我管她去死的 我不是說我管你去死的 我不是說我管你去死的 我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了 我管她什麼事 真的嗎 是喔 是啊 那那個呢 蕭琳忠你覺得聖哥 哪一點 那如果我說一個答案 我就很沒風度了吧 不會 我好想聽你啦 搞不好你會激怒他 他會就講回去啊 這倒不會 那你很簡單啦 譬如說 畫漫畫畫素他 那還不去死還活著幹嘛 對 他一定要這樣說的話 我上課是你的 我就去死了 你不要這樣說 你們挑撥我們 沒有 這件事情永遠都不會發生嘛 好不好 對 對啊 大家嘴也不一樣啊 沒錯 我看面相看書 黃老師我也去死嗎 對不對 算了沒關係 所以在這邊就要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湯王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因為這兩位其實講得還蠻可愛的 到底這個十二星座的男生呢 分別這個最怕輸給哥們是什麼事情 來 好啦 這個講穿了呢 這些男生最在意的就是這些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十二星座的男生 最在意什麼呢 那也許他們以真劃盡 應該樣樣都可以覺得很有自信 也不一定要就不怕輸了 那太陽上升這兩顆星要看一下啦 那升哥呢你是天蠍座 然後上升在雙魚座 所以待會看天蠍跟雙魚 可能你在乎的是什麼 那那個宵圓中呢 太陽上升都在巨蟹座 所以待會看看巨蟹就知道啦 也許你很在乎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的黃老師呢 是金牛座上升在巨蟹 那我們來看看十二星座的男生 最在意輸給哥們什麼呢 像牡羊座的男孩子 像你們的哥們牡羊 很可能很在意什麼呢 那就是 新車子的品牌跟等級啦 真的 真的喔 準 真的 為什麼 準 超準 沒有為什麼 我所有的舞陽座的朋友都是 對 我要炫這個 他們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什麼樣的你朋友 甚至把那個愛情事件 像胸張一樣別在胸前 對 真的喔 就是誰要很閃亮的辦法 他們就拿來用 他們不會跟你比一隻小鋼筆 是 那看不到 對 車子是最容易看到的 對 他們很在意門面 真的 很酷 對 要不然 如果他開一個中等等級的車 就算他開那個 但是他也隨時在看汽車雜誌 你知道嗎 也有道理的 對 我這個車子跟別的車子不一樣 是有道理的 對 一定要哪裡改裝過 或哪個地方是什麼第一名的 對 反正這個車子這種東西 是他永遠的玩具 然後他們可能有錢的話 是 換車跟換衣服一樣 很恐怖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金牛座的黃老師 在意的是什麼呢 好 他輸給人家什麼呢 個人收藏的品味 準 準 真的喔 真的 我覺得金牛座的人 他不跟別人比 他跟自己比 然後他收藏的東西 他有他獨到的眼光跟味道 譬如說他收藏老相機好了 他就要給他老到不行的那一種 我個人認為你覺得準在哪裡 升哥 我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呢 大家都在還用那個 待電腦的時候 他也就 我這個電腦 你要去看那個 怎麼沒有主機 All in one 我的電腦跟別人不一樣 All in one 沒錯 就是我個人的電腦 跟別人都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他都 收留那些小東西 然後放在櫥櫃裡面 海洋的一櫃 對 山的一櫃 哇賽 嗯 你朋友是誰 好特別喔 不能講 對 都沒有 黃老師 黃老師我比較好奇 你有收集什麼 有收集登基證 真的有收集 我以為你收集喉糖 我以為他收集 他已經放那個藕肚蛋 登基證啊 不是 是喔 油品味 油品味 想不到你想不到的東西 嗯 有些金牛座 他們就會收藏什麼 比如說煙斗啦 對 就是他會挑一樣 他很在意的東西 那只要是對到他在意的東西 他就會非常的研究 然後那個 看到別人有好東西 他沒有 他就會受不了 所以如果這個男孩子 收藏的是錶啦 收藏的是什麼 可能是胸針 或袖扣啦 只要他在意的 他就很講究 嗯 那其他的就無所謂啦 穿也穿得比你爛 無所謂啦 車子開得破破爛爛爛 我也無所謂 好 我們來看雙子座 太陽上身雙子呢 什麼東西怕輸人呢 那就是個人的才華表現啦 他可以很窮 我還在等那個 聲哥講 派得太慢 沒有咧 他沒有雙子座 韓哥就雙子啊 不熟 沒問題是嗎 準 其實雙子的材質還滿多的啊 是 什麼林牆啦 鄭靖怡啦 對啊 蛙哥喔 再講下去就不準了 好糗耶 好糗耶 你有沒有想要主持節目啊 因為我的那個星座的 那種感覺都是歸類法 通常是歸類法 就是我那個朋友是 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越講越多了 沒什麼才華 是 我了解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這個才華表現 就是他們自己認定的 才華表現啦 可能被別的色彩蓋過了 他們自己認定的 他們就是要活得 他們要給人家感覺很瀟灑 那這個很瀟灑很輕鬆的感覺 他不想失去 所以也許在這個部分 是他們最在意的 了解 那他可以用這個理由 當作不上班的理由 因為我要表現我的才華 所以我不想上班 因為我想要表現 我很輕鬆的樣子 所以我不想認真工作 是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比較是他no的那一面 就未必覺得他有才華 對 我想起來 我一個雙子座朋友 是 才華表現 也表現在比如說 我跟他去慢跑 對 然後呢 然後我跟他都跑得還滿一起的 這樣子 然後我都談笑用兵 可是我就覺得他已經很喘了 然後呢 到最後呢 我拐到腳 對 我就用走的 然後呢聽說他跑到前面去 然後跑到草叢去大便 不是 這個地方 因為他已經透支了 我不理解那種男人 那種 他的體力透支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要跑到那個我看不到的地方 跑到草叢去 然後 再牽強的帶著他的笑容出來說 我還是比你快 好強喔 就是 這個算是才華表現嗎 這個 算是一種才華啦 但是算好強 對 好強 算是很好強 他已經跑到才華已經用光了 我真的很想拿這個打聲歌耶 真的是 他真的好笑耶 他那個亂跑才華不見啊 已經用光了 透支掉了 他還要 我們是談笑用兵而已喔 他才華都用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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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來 謝謝聲歌 他真的很隨和耶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燒跟巨蟹 我以為他來鬧場耶 真的 好 像蕭炎中跟我們的黃老師 都是上身巨蟹或太陽巨蟹 最在意的是 女人聽話的程度 被比下去了 其實巨蟹座要的也不多 也不過他也很 他其實自己也很聽話啊 就是他也很乖巧啊 所以難得他會 他不太會命令女生什麼 但是家有家規嘛 我有我的規矩 如果他交代女生的話 女生聽起來很顯然不聽 他就覺得很沒面子 我那麼久才出手一次 那你就給我難看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對這些這樣的男生 他就會覺得女人聽話 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比較難去感覺 我們不能說 牽著一個女人出來 然後咬他 咬他 你這麼怪嗎 兩個人在遛狗有沒有 有沒有 兩個遛狗說 其實兩隻狗一樣大的 然後我就 咬 攻擊 攻擊 我們不能說 牽著一個女人出來說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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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比的 趕快跳過來 講獅子座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性格分析 獅子座的人呢 最怕什麼被比下去呢 女朋友的身材臉大了 獅子座女... 活蹤上 準 對不對 我們剛剛就獅子座 有感覺的 而且他們通常都找那個 明模型的 對 要戴就要戴炫一點 對 而且都 比例就不對了 就是說 他根本就是個矮螺子 然後 一定要找那種 多亮的這樣子 然後 感覺在嫌棄他 他也無所謂這樣子 對啊 因為你看我們康哥 這個每次幾乎就 交女朋友都正妹 對 小嫌 對不對 向立文 可是我不是說小康喔 我沒有罵他喔 你說的是 因為我們... 對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 感學上 如果說他講那個 土東康次 他女朋友都很... 就一定要照得住 對啊 超正的 這個有準 對不對 我壓力好大喔 我這邊打兩個叉叉好了 這個沒有準 這個也沒有準 有了... 可是我們還是都很喜歡你 可是我們還是都很喜歡你 是講什麼話的 算我一份 算我一份 下次一起安慰 算我一份 我們都很喜歡你 好... 等一下要告訴我誠實地說 我們來看一下 處女座的人生 他在意什麼呢 他要知道這個處女 他可能會在意 升官的速度跟職場的表現 這個就是多年以後 大家來開同學會 你知道嗎 對 什麼 你花兩年就已經變總經理 那我不要去了 謝謝喔 其實處女座他會覺得 在職場上的表現下 他最在意的 你幹嘛啦 你在泡咩的速度嗎 沒有 我只是說 處女座的 管他的 下一題... 下一題... 很煩耶 下一題... 好啦... 我一定要講一下性格吧 誰在乎 所以對處女座來說 他要覺得他有用 所以你知道 行行出狀元 或者是 喬到大陸通路 我也講完了 就是你表現得好 那好... 他不能循正途跟你比 他就... 鞋門歪到也可以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畫文號 畫文號不要打擦 好煩喔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天秤座 經過他們這兩個哥們 特多的人鑑定 我看看我對不對 太陽上升天秤的人 最怕輸給哥們什麼呢 個人外貌 真的 準 準喔 清晨舞 對嗎 很帥 愛漂亮啦他們 這題就夠了 一個人... 真的耶 底牌已經亮出來了 真的喔 其實我... 我本來是要... 是要他們寫 幫我寫... 髮量多寡 他最怕就是... 他頭已經凸 你頭髮還那麼多 他就會受不了 所以他們其實非常在意他的外表 他會打理他的外表 所以即使... 如果要出門 他們動作不會比女生快多少 沒錯 那個許少陽嚇死我了 天秤都還滿有看頭的 對...看頭的 其實都真的還滿帥的 很多... 五官也長得還不錯 或者是長不好看 可是氣質也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天蠍座 我們的聲歌來了 最怕輸什麼 最怕輸什麼 那就是... 個人的地位和重要性 這不是男人嗎 這題不能自己講 還一定要我講 就是普羅... 普羅大眾嗎 普羅大眾嗎 男人不都是這回事嗎 不一定有些人還好 天蠍最享受的一件事就是 別人覺得他很重要 然後他可以輕微淡寫地說一句 我一點都不在乎 對 他們最喜歡這樣 因為運啦你知道 大哥的地位啦 被人家需要的感覺 他可以照著大家的那種氣勢 都是天蠍座非常需要的維他命 對耶...真的 因為我現在一直看著聖哥 因為我太想去他的跨年演唱會 一直捧他 他說你這樣有多重要 你這樣有多讚 我好想去喔 每年的跨年都是我們期待的 真的 我們拜託你開 你如果不開我們會受不了 而且我們其實變成是一個傳統了 一個文化了 沒有聖哥的演唱會 台灣還叫台灣嗎 不會啦 隨便唱唱而已 怎麼會唱唱得這麼好 沒有... 他要展現千秒彈性 對... 他在意了... 不行... 你不可以有這樣的態度 我們真的好需要你 你一定要傳承下去 就是... 我試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 那射手座呢 太陽上身射手 像你的老公上身在射手 上身在射手 對... 好 我們來看看他需要什麼 他踏什麼被比下去 女友對自己在乎的程度 其實射手座也是跟自己比的那一種 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 譬如說他會去測試他的女朋友 或他的另外一半 就是說如果他看到別人 叫女朋友做什麼 女朋友都去做 或者是別人生病了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 然後女朋友都不利於付出 對... 那射手座就會覺得 那我也要試試看 我想知道我女朋友是不是也在乎我 如果他女朋友叫也叫不動 平常放得跟野馬一樣 然後還忤逆他 射手座會很落寞 其實他不見得會很不高興 可是他會很落寞 是 所以這件事情 會成為他心裡的一個比較 他會滿在乎的 他不會講出來 因為射手座滿重隱私的 是... 好準喔 好啦 你是老公射手了 射身了 好 我們再來看摩羯作 最怕什麼輸給人家 我們來看摩羯太陽雙山在這裡 人脈互動的能力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摩羯作也是那種玩咖 到處去拉勒一下 其實他很在意他人脈關係 有沒有建立起來 有沒有重要性 有沒有影響性 那這個重要性影響性跟天蠍不一樣 天蠍是要...他很有能力 他自己有能力被人家需要 那摩羯作是很怕漏掉了一個環節 比如說某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沒見到 或者是說某一個很重要的場合沒有參與到 那為了能夠參與 供逢其盛很多摩羯座都不惜犧牲一切 好 我們來看太陽上升在水瓶座的男生 像你的老公就是水瓶座 對 很怕什麼輸給哥們呢 那就是女友的家世背景 其實這個東西也是他自己跟自己 那女友家世背景只有他知道 要一個一個步步高升 比如說他看到別人的女朋友很照得住 是 難免心裡就會有一點覺得很羨慕 不要講犯迪估 他也不會閒憑愛護不是 他就會覺得其實女朋友這麼能幹蠻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自己跟自己比的 好 我們來看雙玉座的男生 什麼事情怕輸給哥們呢 那就是太陽這個 存款的多寡 有沒有能力有什麼關係呢 賺錢最重要 錢賺得多 店開得多 然後存得多最重要 所以說什麼女朋友很正 這個有的沒的那都是假的 最後我告訴你錢我最多 然後以後我要幹嘛我都很安全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雙魚會滿在意這一趴的 所以太陽上升如果落到 需要星座的人 從星座上來說 你是這個個性啦 那如果還有其他疑問 你們可以去問聲哥不要問我 我想問一下兩位男子漢 就是你知道男生之間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會產生這個情誼的魄力 你們覺得 我覺得第一個絕對是情感的因素 比如說三角戀愛 再好的朋友搞樂團馬上閃團 女人 俗話我們講不要彈地雷 就不要去踩人家的地雷 不要去踩人家的地雷 不要去 當然是超級大忌 哪怕就是說 為什麼戀團就會那個 比如說我們是同一個樂團的人 對 然後我們去一個地方演出 然後就發現到我發現這個正妹 對 認識一個底下的正妹 然後我以為那個正妹在跟我放電這樣子 然後那個電是多角度的 它也被電到了 每一個都收到 對 然後下台之後呢 哇塞 前面是沒有 但是誰也不知道 然後她就有嗎 她就醒來 搞不定是我的 在跟我放電 這樣就有問題了 你們就故意了 其實是蠻動物行為的啦 真的 對 就像非洲草原一樣嘛 情感絕對是 是喔 哇塞 很少見 可是一般人真的 很多人的想法 甚至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是碰到感情方面 真的都會發生一些裂痕 對 再好的朋友都會出現狀況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碰到這個 立志當頭的人 就是你真的立意擺在前面的時候 還可以保持這樣的情誼 真的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從我們手面向特徵來看一下 這個立志當頭各自紛飛 到底是什麼樣的手面向特徵啊 我們著重在利益 不是著重在感情 著重在利益方面 兩個有發生爭執衝突的時候 乾脆就分手了 就乾脆就不在一起 對 或者吵架了 像這樣子的長相 這很多機會都有遇到這樣的 對 好 我現在列出了這幾種特色 任何一個特色只要重了 有了 那麼這個朋友你就要小心 麻煩你觀察你的朋友 思考一下 他的鼻子怎麼樣 他的什麼地方長得怎麼樣 看看 如果有的話呢 你跟他在一起 還是好朋友 但是不要牽涉到利害關係 所謂利害關係 例如說你們共同投資做生意 或者一起在有金錢的來往 或是借錢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朋友呢 你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一項我想一般人都知道的 就是所謂的 什麼叫眉毛黃駁中斷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眉毛呢 我們眉毛應該是屬於比較黑色的嘛 對 但是有些人眉毛比較 也沒有這麼黃啦 就感覺上比較偏黃了一點 或者而且很少 這個眉毛的多少呢 跟你的鬍子來比 是 如果你鬍子很多 眉毛少 那才叫做眉毛少 如果你鬍子也少 眉毛本來就應該少嘛 對 因為是你的體質 那就不論 就是你觀察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的鬍子很多 或者臂毛多 頭髮多 結果就是一個眉毛很少 那這時候我們認為 這一個朋友 他是眉毛很少 很黃薄 而且呢 有的可能在中斷了 那麼在我們人像學 眉毛叫做朋友工 或者交友工 就是你對朋友有沒有有情有義 或者你對朋友的態度如何 如果他眉毛很少 又黃黃的薄薄的 而且又中斷 表示他對朋友的 完全講所謂的功利主義 講錢財 講很現實的 這種朋友請你注意 請你小心 第二項呢 要看他的眼珠 會不會茶色 時常我先講一下茶色 我們中國人的眼珠 並不會到茶色 中國的眼珠 事實上都是深褐色 深褐色看起來 就看成黑黑的 可是有的深褐色 看成比較淡 叫淡褐色 我們要叫做茶色 結果眼珠子 沒有那麼黑的意思 看起來比較黃黃茶色的感覺 就是中了我這個第二項 那眼珠子如果是比較茶色 或者比較淡褐色的 沒有那麼黑的 這種人非常的機靈 或者說非常的奸詐 應變力非常的快 那麼有什麼好處 他馬上可以從哪邊就下手了 那甚至他為了得到這個目的 朋友也沒有關係了 好 再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破拳蚊 什麼叫破拳蚊呢 就在你的拳骨上面 會有出現像這樣的蚊 我知道 就是笑起來之後這邊就開開這樣 對 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大概通常也是到中年之後 比較有可能 年輕人會皮膚都很緊 你那個沒有 完全沒有 你沒有啦 完全沒有 那個是皺紋 眼睛下面一般的皺紋不算 一定要在顴骨上面 沒有 你那個不是 而且是在你 有些是很明顯的 對 就是他講話什麼 就已經有出現一條 好像是酒窩 可是他就在這邊 就在顴骨上面 對 那麼這個破拳蚊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有好處的話 他可能就自己拿著走 他忘記朋友了 但是如果他失去 如果失去什麼利益的時候 他會怪朋友 例如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沒有得到 怪朋友的破壞 怪朋友在旁邊 講了亂七八糟講的話 就是得不到他怪人家 得得到他自己趕快拿著跑 就是有這樣的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四項 第四項就是鼻尖無肉 就是我們所謂的典型的 鷹勾鼻的意思 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鷹勾鼻的特色 並不是在於它往下垂不垂 而是在這個尖端完全沒有肉 沒有肉我們講叫做鷹勾鼻 就是吃人連骨頭都不吐骨頭的 表示都非常的奸詐 甚至有點邪惡 那這個也是外國人不算 外國人很多長相 例如說那個 我們講猶太鼻 就是什麼羅馬鼻 就是蠻尖尖的不算 要以中國人的標準來算 就是這邊都沒有肉的人 人不夠厚道 或者比較現實 自私自利 不夠朋友 好 下面兩項 我是用首項來看 好 下面兩項我是用首項來看 首項來看也是一樣 只要有一項重就算了 第一個就是感情線太短 好 各位看一下 怎麼叫做感情線太短 我們的感情線就是上面的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通常大概可以到達 中指或者十指下面來了 這才是標準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的感情線伸出來 剛才我已經看過兩位 兩位的都很長 這感情線就是感情感情 不只男女的感情 也代表朋友的感情 這感情線這麼短 你們看一下 就到這裡而已 一竿標準要到這裡來的 結果他就到這裡 就表示他交朋友的時候 完全以厲害為出發點 我跟你交朋友 有沒有得到好處 如果你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那就算了普普通通 或者根本就不再下去 不再走下去了 有價值跟你交往 我可以得到利益的 他才繼續跟你交往 這個就是感情線太短 是 下面還有一個 這是也比較特殊的 就叫做背勤紋 就是我們手上 大概在這一帶的地方 手的中央的一帶地方 會出現像這樣子 彎曲的一條線 這一條線叫做背勤紋 那背勤紋你要顧名思義 就知道它會背叛感情 那這個背叛感情 並不是一定是指 男女的夫妻的感情 而是朋友的感情也是情 所以這種會背勤背勤 背叛感情 這個出現得少 但是感情線短的蠻多的 我看過蠻多的 那麼這兩種都是屬於 就是在有利益的時候 朋友各自非的意思 那麼給各位做參考 好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這兩位一定有很多好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幾個好朋友 對這個五百大哥 還有新雷姐 還有這個康哥 這幾個人 在朋友之間的意思請 其實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剛才講的 面相的幾項裡面 他們都沒有得到 幾乎都沒有 沒錯 我們先說一下小康好了 頭中康他耳朵很大的 你注意看 他整個臉的比例來講 耳朵大 這種是很夠朋友的 他不但不會說去什麼 各自非來害朋友 而且非常夠朋友 會挺朋友的 這個是小康 那五百來講 各位看一下眉毛 剛才有提過 眉毛是代表朋友工 他眉毛這麼濃 一定很重朋友的 道一相挺是兩肋叉刀 這種形式 這個沒有問題 我誤會你 我誤會你 你把這個長相 這個看眉毛都知道 一定是很夠朋友的 另外呢 如果說看心眉 那男心眉的話 他額頭這麼高 男人 這個女人額頭高 一定是重朋友 而不是重他本人的 反而他的男女之間 他可能不是很注重 就是說 他當然他的男女之間 也是很不錯 但是我以注重來講 因為他有這樣的額頭 他一定重朋友 不會輸過於他 跟他的男朋友 或者他老公之間的交情 這個實在都是 怎麼講 很不錯的 所以我們朋友的交友來講 這是夠朋友的幾位 都沒有問題的 都沒什麼問題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就是男人亂來 跟身上錢多不多 會不會有直接的關係 也有 那蕭大哥你呢 我從來沒有有錢過 所以不太理解 是喔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好像不變的道理 男人真的是 有錢就會亂來 所以在這邊就要問一下 你老師 從這個數字擂台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什麼樣 這個幾號人呢 他一旦有錢 就會亂來的男人 到底是幾號人了 我們今天還是一樣 選擇三名 冠亞季軍 然後看看我們到底 有哪一些男生 他有了錢 他就會亂來 不過重點還是在 有了錢以後會亂來 有的人天生就是喜歡亂來 那我們沒有不算 你有錢也可以 對 他沒錢他也一樣亂來 有的人吃喝嫖賭 他沒錢他也一樣嫖 也算花錢 我們今天要看就是有了錢以後 他就會變的 他就會變動的 這些會亂來的這些男生 看看有哪幾號人 那觀眾朋友記得嗎 我們的那個還是一樣 從那個生日數這邊開始看 你是幾號出生的人 那你就是幾號人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特別來賓 蕭妍中還有申哥 這兩個人他們是幾號人 我們先來看蕭妍中是7月6號 所以是6號人 然後申哥的是10月29號 29號是特例 29號等於11 然後1加1等於2 所以申哥是2號人 對 然後其他的老師 唐老師跟他有加籤 同樣是4號人 還有黃老師也是6號人 還有高老師是3號人 我是26號出生的2加6等於8號人 那當然了今天就是 男生稍微皮緊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季君 看看第三名會有錢就會亂來的 男生是幾號人 季君 5號人 每個月5號 14號 23號出生的男生 我們看看他們是怎麼個亂來法 弄哪一種方法亂來 好 5號的男生 如果認為 因為他們認為錢財就是身外之物 應該拿來享受生活 只要有錢就會嘗試各種新鮮的玩意兒 那他們亂來的行徑 吸毒了 嗑藥了 抽菸喝酒 送回來 不要笑 這個當然有很多人就是 好慘 很慘 他們笑他們就有同感 不過還好他們不是5號人 主要是因為那個5號人 特別是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跟12月出生的5號男生 他的那個就是在這個部分就特別的嚴重 是 那當然也不代表每一個5號男生都會 做醬 對 但是他們會上網的原因 就是剛剛我在解釋的這個部分 比較容易 OK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好 第二名 看看亞軍 看看我們今天的來賓會不會上榜了 好 OK 亞軍 2號人 2號人 沒有 好像就亂花 生哥 每個月 2號 11號 20號 29號 出生的2號男生 我們來看看 2號男生 他們有了錢是怎麼會亂來 不是 生哥已經把他的牌子吃掉了 已經藏起來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2號男生主要是有錢才有膽量 熱愛呼朋引伴 成群結黨 藉此增加自信 亂來的行徑 還有夜店把妹了 吃喝玩樂 買一些無味的奢侈品等等等等 OK 特別是1月5月6月9月10月跟12月生的2號男生 哇 2號男生他們比較喜歡分享 其實剛剛有提到一個分享 因為他人越多 他就越嗨 他就覺得集體意識 像一個社群 你知道 他在搞社群 搞社群活動 然後呢 一起做一點 對 小肩小擦的 很準 小肩小擦的事情 他也沒什麼罪惡感 對 謝謝 而且2號人很容易互相影響 他喜歡 他很喜歡互相影響 他覺得影響朋友 他覺得 也是一種分享 所以不管好壞 情緒的東西全部都是會丟在上面 OK 一定會有些地方是最大的 我回去要罵我媽媽 為什麼不早一天把我生出來 因為早一天就是28號就是 這種事不能怪媽媽 對啊 比爾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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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搶 OK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名 好 冠軍 第一名的冠軍 有了錢以後會亂來的男生 到底是幾號人 8號人 8號男生 8號人是每個月8號 17號26號出生的8號人 我們看這些男生怎麼個 有錢以後會怎麼個亂來法 他信奉 有錢能使鬼推磨 一旦有了錢容易一值千金 藉此鞏固老大的地位和光環 那他亂來的行徑常常會有 買官 召妓還有豪賭之類的 厲害吧 信哥是不是8號人 好 你是從哪裡 特別是 還是召妓 還是豪賭 你從哪一個角度 我現在要提醒就是 沒有 這幾個8號人 特別是1月 2月 8月 9月 跟10月 11月出生的8號人 OK 比較起來 那個亞軍的還蠻可愛的 對啊 沒錯 對啊 而且還可以分享朋友 分享一下對不對 分享一下對不對 而且就是 吃喝玩樂 對啊 吃喝玩樂 沒有 他剛剛是說 我的答案還蠻可愛的 拼了 我等一下請你吃火鍋 我請你吃火鍋 我有1250 1350 1350 OK 可是我們真的聊完 這個兄弟之間的情誼 接下來就要看一下 這個兩個人 你有沒有看過就是 對方跟另外一半相處的狀況 你們有看過嗎 家人兄大哥 看他們嗎 嗯 相處狀況怎麼樣 對 感覺怎麼樣 互動 有看過他們的互動嗎 挺好的啊 真的嗎 他老婆會撒嬌嗎 他撒嬌比較多 真的 真的 我想知道 怎樣撒嬌 撒嬌一下啦 沒有啊 反正 這不是撒嬌是賴子吧 也不會啊 他反正Family Day 他當司機老程嘛 他如果有朋友到他家 就是他下廚啊 嗯 對 對 對 那他下廚的話 他不喜歡 那個 少就是插手啊 就是要去看電視休息 這比較體驗 對 二號男生會做 那蕭元忠你呢 你自己 你會撒嬌嗎 你是一個會撒嬌的人 好難問 多年來他已經不太有些 我們比較少相處 我們比較少相處 Oh my God 這個回答很好喔 真的喔 我們比較少相處 這會忘記怎麼相處嗎 他都比 我覺得他比較常 跟宣哥相處 真的喔 那你對聖哥會撒嬌嗎 蛤 你會對聖哥撒嬌嗎 怎麼可能啊 譬如他在卡拉OK的時候 到九過八旬的時候 他又抓住人家說 阿神 阿神我愛你 阿神我愛你的嘛 會嗎 那是跟哥們都會啊 剛剛不是說不會什麼歌嗎 那不是撒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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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最挺你 我最挺你 就是 好可愛喔 所以這個就很特別啊 問一下 這兩個人 要看他們撒嬌真的是很難喔 所以問一下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 男生呢 這個在外面呢 是大男人 可是回到家呢 卻會撒嬌喔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男生會撒嬌 我們會從太陽跟月亮來看 好不好 那那個蕭彥宗的太陽呢 是巨蟹座 月亮呢是天秤座 那升哥呢是天蝎座 月亮在金牛座 那我們黃老師是金牛加雙子 那我們就來看看 第五名是哪一位呢 太陽 月亮 真的 我差點講的 太陽 月亮如果落到了 蕭彥宗 你上榜了 那就是巨蟹座啦 所以巨蟹座 就像剛剛升哥講的那一種 感覺喔 所以其實巨蟹座它的撒嬌 你幾乎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是一個 勸於表達感情的人 他平常最能表現他的感情就是 我給你們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我有寬透的肩膀讓你哭泣 他們比較習慣於表現出 堅強的那一個部分 他們不喜歡表現出脆弱的那一部分 因為他一旦哭 他就是絕題 所以他很害怕去表現那個部分 可是他要放輕鬆 要有安全感 比如說他喝得有點醉 就是一種安全感 因為他可能會記不得自己講什麼 這樣很好 他就比較敢把內心的話講出來 或者是他的太太很愛他 很愛他很愛他 愛到超過他的那個負荷了 他也覺得應該回饋一點 所以其實他的心是柔軟的 在撒嬌這部分 他永遠都是告訴自己要撒嬌 但是可能有時候他就要搬起一張大男人的臉 但是其實他喝得有點醉 或者是很放鬆的時候 他就會撒嬌了 那有時候巨蟹男跟朋友 跟哥們之間更容易撒嬌一點 因為他可以用那種玩笑的感覺 把它帶過去 所以這也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好 我們來看第四名 是誰呢 太陽 月亮如果落到了 我們這裡沒有 雙魚座了 對 雙魚座會不會撒嬌 你有認識雙魚的嗎 有 我認為雙魚座很會裝死裝可愛 對 就是魚嘛 遇到狀況就閃 閃的方法有很多種 對 你如果閃得很機車 比如說我不回答 那當然人家就會追根究底 那他們那種閃的方法就是 你問到關鍵的問題的時候 雙魚座就會跟你 有飛碟 之類的 或者是有流星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很擅長 用那種可愛的方式 對 或者是引開話題的方式 那跟你撒嬌也是一種方式 而且超好用 他完全知道女生要什麼 先把關鍵時刻避過 後面就好處理了 是 所以雙魚座絕對是很會撒嬌的 我們來看第三名是誰呢 太陽 月亮如果落到了 我們這裡沒有 那就是 射手座 他們很會撒嬌喔 像李羅 對 李芬 還有那個五月姓的那個 五月天 五月天的阿信 是 他也好會撒嬌喔 就很會撒嬌 因為他們性格 有沒有想到誰 誰啊 誰啊 沒有 他突然問 問一個我們公司的總管 是 他說 小李會撒嬌嗎 我的回答是 誰在乎啊 你在乎嗎 你在乎嗎 你幹嘛問 我想知道準不準 目前都 目前都 目前都沒有在乎的 他準不準 好啦 我們說 摄手座的人 他希望家庭是 氣氛是和諧的 所以他其實會耍寶 耍寶 逗大家開心 逗他另外一半開心 那所以他的撒嬌 其實就是很白目的耍寶法 有時候 他跟你撒嬌 你得 也得要看那個女生心情好不好 心情也好覺得蠻可愛 心情不好 有時候被他弄得很煩 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可能會一直在弄泥啊 你也怕癢 就騷你癢啦 或者是開那種很不得體的玩笑 那我講很奇怪的笑話啊 其實都是摄手座撒嬌的表現 也很會裝可愛的一個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是誰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聲哥你上榜了 謝謝 會喔 哈哈 被講到了 有什麼不好 很好啊 很好啊 我也覺得 你都會怎麼撒嬌 撒嬌還得拿出來講啊 可以啊 我的天啊 可以喔 你都會怎麼跟你老婆撒嬌 老婆不要生氣 我只是出去喝個酒 不要生氣 我往回家 不要生氣 會這樣嗎 這代價太大了 加錢好不好 對啊 如果是13500 我就說給你聽 我還能帶表演 真的喔 真的喔 有 好啦 其實天蠍座 越心虛的時候 越會撒嬌 好啦 還好啦 還有天蠍座 喜歡另外一半快樂 如果撒個嬌 付出一點點的代價 然後可以帶給人家快樂的話 我覺得天蠍座是很願意的 尤其是他心情好的時候 他更希望是別人心目中可愛的人 是 天蠍座喜歡當可愛的人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他撒嬌的動機 是 所以你越是讚許他 你不要常常潑他冷水 他一撒嬌你就潑他冷水 我跟你講他就不撒嬌了 因為他會覺得你很討厭 這樣子我一點都不值得 是 所以如果他撒嬌你就很捧場 你也不用稱讚他 你只要一直笑一直笑 他就會越撒越起勁 對 從此以後他就知道 這一招很好用 對 就會練得很輕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 月亮如果落到了 黃老師是誰 哇賽 裝子 不會吧 他發生什麼事呢 對耶 你真的看不出來 對 真的喔 我要他跟我馬殺機的時候 真的 那你要怎麼 有所求的時候 我不可能裝出很那種樣子 我只會一直推他 一直推他 對 我說我腳很累喔 很累喔 在推 哇賽 哇賽 對 沒有這撒嬌喔 如果按照那個 Discovery人這種行為 在動物上面推來推去 是球 過錢是馬殺機啊 沒錯 對 好啦 雙子座的人 他就是有所求的時候 他絕對 絕對就會撒嬌 而雙子座撒嬌的方式 就是嘴巴甜 嘴巴滋甜的 老婆你好漂亮喔 有沒有人說 你是前天下最漂亮的人 他可以睜眼說瞎話 明明前兩天 他才在那邊說 你太邋遢了一點嗎 你年輕的時候 可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現在有所求 他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呢 你把自己搞重要一點 雙子座的老公呢 可是對你百依百順 而且什麼話都說 在甜死人不償命 對太陽 月亮 如果落落這五個星座的人 都是屬於回到家 會撒嬌的 在外面可能你看不出來的星座喔 OK 好 所以接下來這兩題 接下來這一題呢 兩位朋友 準 真的喔 我們在講第一名的 OK 他說我們好像沒有 好 既然這麼準 下一題應該會更準 所以呢 就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兩位朋友要注意喔 因為在明年的時候呢 尤其在2007年 當心會被朋友陷害的 到底什麼生效了 來 所以在明年的時候呢 尤其在2007年 當心會被朋友陷害的 到底什麼生效了 來看一下喔 我想這個比 被朋友陷害比小人還糟糕 對 所謂犯小人呢 那小人可能你是不認識的人 或者交情不深的什麼同事而已 可是這個呢 比那個還嚴重 是你已經是你朋友 你當他是朋友 兩個是感情不錯的人 而且還被陷害 所以這個蠻嚴重喔 是 被類上五名的生效 對 好 我們從第五名開始看齊 第五名就是 臭味香頭 雀層墊背 就是你們要一起去翹課 一起去翹班 一起去拔妹妹 結果老闆發現的時候 他丟走了 留在你那邊 你也沒有跟你通風報信 是 最後找倒霉鬼就是你了 對 你這個小心 這個生效是什麼生效呢 那麼2007年明年 屬老鼠的朋友 請你小心 平平注意 尤其是1984 1972 跟1960年次的老鼠 那麼 當然老鼠明年這方面 運氣不太好 但是你的朋友也是有很多嘛 我特別提醒你 哪幾種朋友 你還要在小心中的小心 哪幾種朋友呢 就是 你朋友的生效呢 是 屬馬的 屬兔的 屬羊的 這個屬老鼠你小心 你這幾個朋友 當然不能 你的屬馬的朋友 可能有很多位 屬兔的很多位 所以就是說你注意 你這這麼多的朋友裡面 這三個生效的朋友呢 小心一點 不要受到他的陷害 這是第五名 我們看一下第四名 飲食玩樂總是買單 這個我們常常遇到的 就是每次吃飯 最後要付帳的時候 他跑走了 留你下來 在那邊買單 這種事情 這種朋友特別多 當然這個大 不會很大 但是你那一拐下來 可能也上萬塊也說不定 屬什麼呢 好 這是什麼生效呢 你注意一下 你是屬豬的朋友 你20年前小鮮 你的朋友可能會 專門叫你付帳 吃了就跑掉了 那麼尤其是注意哪種朋友呢 你的朋友的生效是 猴的 蛇的 雞的 他們你要特別提醒他們幾位 可能當時吃一吃就跑掉了 對 這個是請你小心屬豬的朋友 你們倆是輸什麼 跟哥輸什麼 狗 然後 蕭大哥 鼠蛇 OK 好 都還沒有上榜 都沒有 還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是 就是你朋友做生意開店 賠錢 他好像送你 投資投資賺錢 來 來… 等你投進去才知道 你倒楣了 你跟他一起賠 或者那個不好的東西 你接下來了 對 這屬於金錢厲害方面的現金 好 這是什麼生效呢 這是屬牛的生效 這屬牛的生效 尤其是1973跟1961年次的 我耶… 男女同論 屬牛的 好 那麼 你還要注意你的朋友的生效 你的朋友的生效呢 是 屬馬的 屬狗的 屬老虎的 這幾個你特別要注意一下 你請一下 好 第二名 豬朋狗友 剛剛豬年要過去 不是 狗年要過去 豬年要到了 就是這些 豬朋狗友 背後重傷 直接在背後講你壞話了 比前面的應該還更嚴重了 是啊 在上司面前 老闆面前講你的壞話 或者把過錯都推給你 好 這個呢 小心一下 剛好是陳生的 屬狗的 我們朋友 小心喔 嗯 那麼屬狗的朋友 尤其是1982跟1970年次的狗 如果不是這兩個年次 應該就比較沒有關係了 是 今天 1982跟1970年次的狗 那你不是 不是 不是 那就比較沒有關係 那還好 他更小 對 他更小 對 應該是1994的了 本命年 本命年24 好 那一樣的 你要注意哪一些生肖的朋友呢 注意 屬牛的 屬羊的跟屬龍的朋友 小心一點 OK 不要客氣我 幹嘛 你牛啊 我屬牛啊 我會不會害你 我會不會說你壞話 那你趕快帶我去演唱會喔 這更不會 好 那最後最要擔心的 情童兄弟相間太極 你們平常都稱兄道弟 在一起都是好兄弟 但是呢 講起厲害關係的時候 他什麼都可以 踩著你的背上往上爬 或者我們講的黑道大哥 兄弟爭地盤 互相火拼都可以了 那麼這種會出賣你的 這種兄弟 那麼是什麼生肖 你要小心呢 是屬兔的生肖 請你小心 那麼屬兔的 尤其是1975跟1963年次的兔 特別要注意 尤其要注意哪些朋友呢 這個朋友是屬龍的 屬雞的 屬老鼠的 這幾種生肖 你要特別注意這樣的朋友喔 這個並不是一定要發生 只是說 我們想要叫你當心而已 是 就是一定要發生 那麼這種事情發生總是不好嘛 對 事先的提醒對你只有好處 請各位做參考 OK 好 所以這個在這邊提供給朋友當參考 那今天真的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妳要不要告訴大家 這個有關演唱會的事情 對喔 我們在幹嘛的 其實... 我們是來邀請 郊謙來... 來... 來幹嘛 講不出口對不對 很難過自己那一關對不對 來買票 OK 對 看演唱會 好 帶著妳的新老公 好 還有舊老公 我就一個老公沒有新的喔 也有 也有不是很多人有舊老公啊 我沒有啊 就只帶一個 一個 會 一起去看聲歌跨年的演唱會 這次在哪裡辦 在國際會議中心 12月29號 30號 31號 有沒有辦法當場算看看 你看 票房如何 上天要問老師 29331 29331 29331 這是跨年 在國際會議中心 是 沒事的 大家來逛逛吧 好 所以大家好好支持一下喔 這個... 我們聲歌呢 歷年來的一個跨年演唱會 對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今年又再來一場了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 趕快去買票喔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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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四位老師也謝謝各位朋友收看 謝謝 拚了... 有 有嗎 那算有啊 旁邊還是裡面 旁邊還是裡面啊 都算 給我們拍啦 不行啦 我可以 給我們拍啦 很累 對 不容易 有啦 有耶 對不對 真的有啦 真的有耶 不用啦 很難得 很難得 不要啦 不要啦 我們加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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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To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 地圓 我們可以拍攝 我們可以拍攝